中國女排東澳門參加大獎賽 也是主教練郎平檢閱大軍的好機會 國家隊部分主力包括衛躍旗、曾春雷等等 因為全運會、澳門站免戰 隊長這支旗就由張呂搭起 陣中經驗最豐富的黃一梅就認為 中國女排即使二路大身、磨合沒有問題 畢竟入得來代表國家隊的球員 都有他們的殺手選 中國女排在大獎賽澳門站 星期五晚第一戰會先對保加利亞 跟著會對古巴和荷蘭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郭子龍澳門報道